兄弟们,最近王者不是更新的吗? 新增了许多原始编译人 光是大改了就不下四个 一玩一个不支撑,热度全都进一体定 直接赶上刚出的几百草 那么我就在好奇一个问题 如果编译人对打老牌的超体人 那么结局会如何呢? 这些我们就来试一下 大家觉得哪方会赢也可以提前下注 编译方我们选择云中军,赵云,哪吒,高剑离,艾丽 超体人就是经典的亚连技巧码海诺,赵怀珍,朵利亚 这阵容谁看谁不迷怀 双方的技术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呀 咱们就是来看阵容的景色 这把开局我们选择高剑离 对面则是海诺 一开始我以为抢线没什么吧 高剑离轻线还算快的 不过超体人就是超体人 优势一下就出来了 这比如说抢线的 轻个线差点把我自己干没了 狗刀司机咱们来上路支撑一下 诶,这不是那个谁吗? 先勾引一下 人多我们就是不怕的 再牛你还能一打三吗 大招开过去一个划算到脸了 我们高剑离玩家实在是太无脑了 全给他拿下 还有个亚连呢 不过我们三 诶,四个人 你,呃,没关系 队友会替我们复仇的 我们三打三也是可以的 看见呗 神云中军改版之后 那可真的是 我就不信了 就算你们超体人再超标 还能抓我们偷他吗 怎么,你来一个人就 行行 这是单体伤害吧 我们免伤没有浪漫 我们高剑离玩家还是 诶,这次 时间来到十分钟 看了一下 赵云赵怀珍发挥稳定 全场双方这种最c的 至于绩效满并没有太起来 因为前期他兑现爱丽 还是有点摸不到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战绩好像也不是拉的太多 对面仗着自己三体人 就是一顿跃他 爽是爽了 但也给我们发育的机会 这波给对面抱个脚子 我们追着 辅助打就行 对面也就能欺负个 朵莉亚的 给他搞在里面打 我能走 我可以笑 也不知道是不是对面太浪了 到了后期 逐渐我们原神就起来了 拿了一波龙 甚至还能单挑一个 超标一解 最后也是直接给他拿下的 其实新赛季不管改了很多英雄 战令也是迎来一波大改版 就像这个高健力的皮肤 也是战令里的 新版的战令 从之前的一年四期 改为了一年六期 价格上调整了一些 把之前的1288 变成了988 但勇者和史诗皮 都是一样领取的 并且新增了一个 起光石道具 可以用来抽皮肤的 上到等级就可以免费领取这个石头 进行抽奖 奖施的皮肤还是可以的 有不少史诗 不过抽奖之后不可以直接领取 要等战令 升到80级 才能选取一个带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